這個分別是U278和U279這個橋等 即是近這個朗和路的橋等 是出現沉降的情況 我們認為這個事態是相當的嚴重 因為在這一次我們看到 它是在做一個高架橋的地基鞏固工程 再而揭發其實它有沉降 根據資料顯示差不多20毫米 有土木及建築的工程師說 這是一個非常大的警號 所以其實在同步地大家知道 因為在元朗區做一些基建工程 往往都會面對一個問題就是溶洞 這個溶洞也是牽涉除了這一次 現在這個沉降的事件之外 近期的可能是17億天橋 也都是正正是可能面對這種問題 但是放在我們眼前 現在有一個客觀的事實就是 的而且確有兩個的橋等 是出現如此的沉降 而我們認為這個是牽涉 一個的公眾安全 所以第一件事 我們現在是同步地啟動 是要提出這個緊急質詢 是因為我們認為 立法會在這件事上面 是要有一個跟進的角色 因為當中有太多疑問 我們都需要港鐵是進一步披露的 第一 究竟現在它那個沉降的情況是如何呢 是不是可以保證到100%乘客的安全呢 第二就是在這件事上面 政府是知不知情的呢 因為這件事其實足足都已經是 以五年時間來計算 那究竟政府當中是知不知識 運房局有沒有角色 或者知道了的話 有沒有跟港鐵保持溝通 我們是未知的 所以我們是需要知道這些資料 而最重要就是 在這件事上面的時限 我們見到在文件顯示 在事件是2013年知道的 但是是去到去年 才進行補救的工程 那為什麼2013年的時間 是沒有公佈到這件事呢 而這件事的起因 以及現在的影響 而且有沒有其他的橋等 有同樣的問題和情況呢 我們都表示相當的擔心 因為是這個剛剛涉事的橋等 其實它是差不多五日 是元朗、屯門、天水圍的乘客 都會經過的位置來的 但是據現場的觀察所得 其實它是一個密封形式的工程 我們不知道裡面發生什麼事 所以在涉及我們認為 一個重大的公眾安全的情況之下 我們先啟動這個緊急的質詢 當然要看大主席批不批准 但是另一方面 我們都要認為 就是這件事是不能接受的 沒有理由在事隔 都以年計的情況之下 港鐵都沒有做一個開城佈弓 或者去交代回最新的那個沉降的情況 所以我們在省後會 在立法會不同的場合會 會繼續去跟進 但是至少看來 今天下午的財務委員會 面對天橋的申請的時間 我想大家都會問這個問題 這個情況會否就是 會否發生在這個天橋 在天橋身上 好 我們的表情是這麼多 麻煩 現在的問題是 我們手上得到的資料實在太少 我們現在只知道兩個的橋等 是分別哪個位置 但是在裡面 剛才我都說過 它那個的廣告工程 是用一個密封形式 一個隔音屏障的方式 是我們看不到裡面發生什麼事 那說到底就是 第一件事 乘客的安全是最重要的 因為如果它的沉降 是再進一步去擴大的話 有建築及工程師都會說 這個真的會影響我 會不會是跟路軌有關 跟地段有關 這些都是令我們擔心 所以首先第一 我們要求就是 港鐵要儘快就這件事回應 不是他們說OK就OK 而是要他們公佈一個 更加說服到公眾的資料 這個工程是在進行的 是怎樣令到公眾安心 看你的責任在港鐵之外 政府是要出聲的 謝謝